明星面面观 两人也开始渐渐的被大家关注 事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崛起 山河令这部剧能够被大家关注 除了跟龚俊和张哲瀚有关系之外呢 再就是这部剧的题材 是大家喜欢的双男主类型 在影圈呢 基本上演员只要实力不差 参演双男主剧之后都能够活起来 而龚俊和张哲瀚有这么一个机会 两人啊就被关注了 在山河令之前呢 龚俊和张哲瀚都是没有名气的小演员 就有这么一个火的机会 两人就抓住了 因此就在娱乐圈站起了 可惜山河令结局了 主题演唱会也结束了 这部剧啊彻底结束了 想要再次看到龚俊和张哲瀚合作 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虽然两人合作的剧结束了 但感情一直非常好 并且从来都没有变过 即使不合作 两人也会偶尔互动 5月11号这一天对张哲瀚粉丝来说呢 是很有意义的一天 因为这一天是张哲瀚的生日 在凌晨的时候 好多粉丝和朋友为张哲瀚送上生日祝福 今年过生日跟雀年不同的是 越来越多的人为他送祝福 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当中 肯定是不能够缺少龚俊的 他也很快的为张哲瀚亲生 为他送上生日祝福 只是龚俊并没有单独发一条微博来为张哲瀚亲生 只是在他的生日微博底下评论说 张老师生日快乐啊 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但是能够看得出来龚俊是真诚的送上祝福 并且他不发微博的原因 大家猜测是想低调吧 毕竟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当中 张哲瀚是主角 龚俊肯定不能够抢了风头 所以就去评论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大家能够看到龚俊并不是直呼张哲瀚的名字 而是称呼他为张老师 这样一个称呼虽然是很普通 但是却很有爱 平时龚俊和张哲瀚相处呢 或者是一起参加节目等等 龚俊都不直接称呼张哲瀚 而是叫他张老师 看来两人在私下相处也一直都是这个称呼啊 让人觉得大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称呼 而且是专属两人的称呼 张哲瀚在娱乐圈发展这么长时间 一直没有人叫过他为张老师 偏偏遇到了龚俊 就开始叫他这个称呼了 张老师这个称呼 自始至终一直都没有变过 即使两人很长一段时间不合作了 两人的称呼也不变 这也能够看出 张哲瀚和龚俊之间的感情呢 一直非常好 是大家羡慕的神仙友谊 如果不是因为山河令这部剧 就不会有现在 之前呢龚俊和张哲瀚并不认识 但就是因为山河令相持 虽然才刚见面时 两人并不熟悉 但一起演过一部剧之后 就成为了好朋友 即使山河令结束了 两人的感情也不像是 其他剧组关系一般 而两人却一直非常好 在两人合体录制节目时 就非常的欢乐 而且之间的互动并不是演出来 就是朋友之间的有趣互动 这也是为啥 大家能够一直喜欢张哲瀚和龚俊 就是因为啊他们的感情真情流露 并不像是有人在演的 这次在张哲瀚生日这一天 龚俊为他送上了圣人祝福 等到龚俊生日的时候 张哲瀚肯定也会为他送上祝福 没想到山河令都已经结束了 这次还能够看到两人的互动 对于亮了 浪浪丁来说呢是很开心的事情 希望两人的感情一直能够很好 即使都各自忙自己的工作临系少 却依然是很好的朋友 别只有这段时间感情好 今年这个生日啊 是张哲瀚活起来的第一个生日 所以是非常的隆重 不少人都给他送祝福 而且还有生日会 张哲瀚跟自己的粉丝们 一起过今年这个生日 这还是很有意义的 毕竟不是这些粉丝 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相信张哲瀚今年的生日 一定会是难忘的 肯定会一直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